伙伴们都看到了吧 从那房子里爬出来的是个什么怪物 我的天哪 这也太吓人了 由于它的速度太快 根本就来不及看清楚它是什么 然而这正是我刚刚用无人机给拍到的 那么大家肯定都很是好奇 为什么我总会遇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怪物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而消息是隔壁王奶奶告诉给我的 她说最近在小镇的工业区 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可是有不少人都被她的外貌给迷惑了 其实她就是一个行为诡异的怪物 但还是有些村民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都怀疑这么美貌的女孩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怪物 所以王奶奶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能前去探查一下事情的真相 当然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便第一时间来到了女孩经常出现的地方 为了尽快找到女孩的踪迹 我便控制无人机就直接来到了工业区的上空 可以看到在这里全是低层的工业厂房 可到处都堆积着一片白茫茫的雪 这也给观察寻找的事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为了探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还是努力仔细地观察着地面的状况 然而正在这时 我却发现在下面有几台挖土机很是特别 于是我便反复地观察了几遍 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可当我控制镜头的一转动 却发现有一个可疑的身影正站在雪地里 可见它似乎在静止地盯着无人机 而我也试图让无人机泡得更近一些 可没想到那画面就连续地出现了干扰 接着在屏幕的一阵闪烁下 那身影却瞬间消失不见了 我的天哪 这真是太诡异了 看来她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怪异女孩 接下来我也控制无人机在附近转了一圈 看似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这时我又看到在下面有一个被敞开的门 这么大冷的天 怎么连门都不关 这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可疑 然而没过都会 画面却出现了闪烁 紧接着一个怪异的东西 就突然从门里面跑了出来 并很快就消失在镜头里面 我的天哪 那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伙伴们都应该看到了吧 你看到奔跑的姿势还怪挺吓人的 我也是赶紧控制无人机 向着它消失的方向望去 却完全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可更让人心惊的是 这时的无人机却出现连续的闪烁黑屏 甚至还不受我的控制 随着画面的转动 没想到在画面中 竟然出现了一个看似怪异的女孩 只见她静止地站在雪地里 还一直张望着我的无人机 我正想着试图靠近并看清她的真面目 没想到画面又出现了干扰 同时还被那女孩给破坏了我的无人机 我的天哪 这真是太糟糕了